大家好,我是依依 今天和大家分享怎样再加这只豆腐 只用白醋就可以做出嫩滑白净的豆腐和买的一样 首先准备一斤干黄豆,清洗干净 提前泡化一碗上 像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把黄豆倒入破壁机里 加水打成生的豆浆 豆河水的比例是1比10 一斤干黄豆,10斤水 把打好的豆浆倒入盆里 再把打好的豆浆倒入大的碗袋里过滤 把里面的豆渣过滤出来 接下来把过滤好的豆浆倒入大锅里煮开 在煮的过程中要不停搅拌防止腐底 煮的过程中用固滤丸把虎沫捞出 大火煮开后 转中小火再煮5分钟 把豆浆煮熟关火 静置2分钟 准备100克白醋加入100克水 比例是1比1 把表面凝固的豆皮捞出 把调好的糖醋水用勺子慢慢推开 一点一点点进去 这过程不要着急 不能全部倒进去 一勺一勺慢慢加入 慢慢凝固 看一下豆花出来了 全部点完后 盖上盖 静置2分钟 这回豆花凝固的更好了 再开小火 2分钟左右 水和豆花分离 水是水 豆花是豆花 就可以关火了 用勺子把水分取出 再把豆腐钻在铺有纱布的模具里 用勺子压紧实 压平 再在上面盖一块纱布 盖上盖子 然后在上面用重物压着 我压了40分钟 时间到 豆腐就做好了 看一下豆腐怎么样 看相当不错 再切开看一下 也非常不错 喜欢吃嫩豆腐的 可以少压一会 做好的豆腐 可以煎炒炖 不管怎么吃 都是非常不错的一道家常菜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 在家也试一试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击视频下方 添加关注和转发 咱们下期视频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